随着美国与俄罗斯完成换球之后 总统拜登当天也对美国的盟友表示感谢 白宫当天就透露副总统哈里斯 也深度参与换球谈判 白宫也强调虽然美俄在人质谈判上取得突破 但这与乌克兰战争相关的外交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美国总统拜登一号与被俄罗斯释放的 美国人质家属共同会见记者 被释放的三名美国公民 包括了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 前海军陆战队队员保罗惠兰 以及俄裔美国记者库尔玛舍瓦 这是自1991年冷战结束后 美俄最大规模的换球行动 俄罗斯共释放了16人 作为交换 美国和盟友释放了8人 来自俄罗斯 美国 德国 波兰 斯洛文尼亚 挪威的飞机 当天飞往土耳其 安卡拉国际机场 实现了24名囚犯的交换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沙利文形容 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 最复杂的换球协议 成果来之不易 不过沙利文表示 美俄在人质谈判上的突破 与外交斡旋 乌克兰战争的努力 没有任何关联 沙利文还证实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是促成换球协议的核心成员 在德国出席慕尼黑峰会期间 哈里斯曾与德国总理舒尔茨 私下讨论过换球协议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导